我们设备通了电锅后,你先启动 启动过后,你去观察电机的转的方向 如果它是反转的话,这个机器是上不了油的 锅里转 启动过后,电机正常转是往这个方向转 这个方向转,是往这个方向转 顿时转 顿时转 这个就是 那如果反了怎么办呢? 如果说是反了怎么办 反的话就是 就把这三组电源线 换两个,两组任意钓一下 两根线任意钓一下 任意交换一下 红,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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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线,任意两组对钓一下 任意两组对钓 任意两组对钓就可以了 画箱 对 对 你外面的气管通进哪里 通进这个位置 这个是通气源的 大小的 如果通气的话 然后如果调气压的话 就在这里调 这个可以调 这个是调节 来调节这个气压 大小的 顺时钓 它是怎么大怎么小 就是这里 顺时钓 标算有显示 显示到多少公斤的 所以它转软按扁到有显示 5公斤的气压 5公斤的气压 如果有油水分离器 有气压进来过后 然后像你这个线板 你现在气源关掉 这个气源关掉 你这个才可以 才可以打得出 因为它是这个是叫什么 它把它拔掉后的 这个整体的送料器 跟那个打热器 它就不会有 不会有气体 就不会有气体 就像你需要设备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这个是必须的 是启动 然后这里有手动 半自动和全动 三个状态 我们如果说 正常需要潮击的时候 像活摩松绳 这四个按钮 它只有在手动状态下 才没有作用 半自动全动就没有作用了 它只有打在 我们现在启动 打在手动 然后这几个 这几个的操作方式就是 这个是把上升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第二节上升下降 对吧 所以要上升 对吧 上面上面写一个 红膜上升 我们说的红膜就是 下来 上升就上升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 塑料就是那个 把酵 就是基本的 送料的话 就是这个送料器 这个送料器 我们按一次 然后这个就是 手动转一下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里 这里有个 奖页一下这个 这就是靠它 把它先把它分成这种 对对对 它实际的话 它调整的位置 调整在哪里 调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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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要能把它把它分成 但是又不能给它划 但是又不能给它划 划断脚 这个能力脚 所以它划的是 只把它的腿划 划掉了 但是它上面那根线没有划掉 这个是分线轮啊 分线轮的作用是把 一板的线板进行 进行分离 但是不能 这个高度的话是 可调的 它的上下高度是可调的 它的轮的上下高度是可调的 它的轮的上下高度是可以通过螺丝来调节的 它调节的 调节的 调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调节到 它的线板不能 转滑 这个滑含的深度 在那个 铁子的深度上面 不能超过铁子的厚度 只能在它一半 一半的深度 用刀剑的位置 因为第一片是不准的 送刀一半准 然后呢 就把它送掉 这样喜欢下来 就按一丝送料 按一丝送料 它都送了一丝料了 是不是 送了一丝料 所以我们把钉子剪切 然后这片 前面的这片料是已经剪切断掉了 然后再送一次料 再送一次料 是为了把这片料送到前面去成型 是吧 这里已经送了一片 送了一片剪断掉过来 对吧 然后 我们再一次成型的话 它就是 这次的下去的话 就是 前面又把钉子成型了 后面又把钉子切断了 它这个是一个洞出去了 对 对 它是钉子的 它是钉子的 就是钉子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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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塑一塑料 然后呢 早前在里面有一片 里面有一片酿哦 这里面有一片酿酿酱 哇 出火 把状态 把状态调整到 这个整个酿酱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的分量 这个感觉的分量 这个酿酱感觉的分量 这个酿酱感觉的分量 这个三五感觉清理下 你把这个按钮打到半钟去 同时按连续 同时要同时 半钟的话就是你按一次会打一次 把它拔出去之后再打 再打就行 再打就行 第一个电流吧 第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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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能就是 '! 几个ницielle 数字 速度的话就是要 机器工作起来 第二季工作快慢了 速度 它的数值是0-50 任意数值可以逃 0是最快的 0数值的时候业绩的速度是最快的 0-50 0-50 任意数值可以逃 然后0 你把这个数值改 数值越小 速度越快 对对 数值改到0的时候 是设备时工作最快的 数值越小 速度越快 脚会遇到一边高一边低 它穿了一个螺丝 首先的话你是成型 成型出来过后 成型出来过后 你把它拿出来 你看一下钉是哪边高 如果说像我们成型的时候 是这个方向 是这边高了 是吧 这边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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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说明是 后面的 后面的 这个 再半边的多了 是吧 然后就把这个后面的定位板 往前面移 因为它不是吧 这个定位板的话 它是为了把钉子定在它 成型的中间 这个定位板 这个定位板 是可以往前移动的 这个定位板 是可以移动的 移动的话 它就可以 把这个整体的线板 往前面移一点 它沉浸下去的位置 就会变 这个板需要往前走 那就把这两螺丝先松掉 把这两螺丝松掉 把它往前调节一点 如果说是这边后面 后面短了 它需要往后 往后面走的话 那你把这螺丝松掉 把这两螺丝 往后面调节 把这两螺丝往前紧 因为它越紧的话 它就往后拉 这是反向 反向 这两螺丝 把它往后面 把它往后面 对 今天如果是往外开 嗯 那往外开的话 有两种情况 会 调整它 第一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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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调整这个螺感 它如果说是 它如果说是 它如果说是往外开 开得很厉害的话 就说明这个螺感是 顶得太紧 得给它松一点 嗯 就是 不要顶得太紧 让它松一点 就是 这个模具 这个模具之间 这个成型的这个区域 它宽了 宽了 宽了 就是 模具之间的距离宽了 大了 它就 所以说它沉浸下去的 沉浸下去的那个 沉浸下去的那个 那个宽度 宽于这个腰处的 丁的尖宽了 它就成不了形 它 夹螺丝给它松掉 然后把 这个螺丝 把这块夹的后面 后面这个间隙里面 塞一块 电片 电片 对 你插多少就插电多少 可以凉 比如说我的腋 然后就是切到 比如说你切到切成 这个筋 这个筋 这个面 我们说的 这个面 很多那种毛刺 就不光滑 一切不断 二切出很大毛刺 不平整 切口不平整 对对对 切口不平整 那就是说这两个刀 不在 不在 不在一个 没有对齐 这两个刀 把下面的刀给它垫出来 垫出来 垫出来就好了 是不是 我说的意思是这意思嘛 就像我们干的 你也明白 刀尖跟刀尖凑太多就切不断了 对不对 基本上如果有钉子推不出来 或者是在草里垮出来的话 你观察一下它的情况 是什么情况呢 它是 推之后是 弹到了回去的 还是它 就在草里推不出来 这个是两种情况 会造成它就在草里 一是 就是 推回来 弹回去了 还有一个情况 本身就是在里面 推不出来 在草里推不出来的话 就说明你后面的 蝎 蝎太小了 你弹回去的话 就说明是 推的力度太大了 它才会弹回去 这个 是 的 这 也就是 它是 有关照的 这 我 你 就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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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